连续举办第六届玉里镇掌盃的传统射箭竞赛 4月9号上午也热闹展开了 今年有80支队伍240名的选手报名参加 相当热闹 镇掌盃传统射箭竞赛 保存了原著民族传统的生活文化 也代表着族人高超的狩猎技巧跟谋神技能 已经持续办理第六届的玉里镇掌盃传统射箭竞赛 4月9号上午热闹展开 今年总共有80支队伍240名的选手报名来参加 相当热闹 在这么棒的一个场合 还有这么棒的一个气氛之下 来做这个有意义 把我们传统的文化的活动 能够很完整的很坚持的保存下进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 非常棒的一个文化保存的一个活动 上午进行团体社会混合组的预赛 下午则是团体社会混合组决赛 竞赛组分别是社会团体混合组 社会男子个人组 以及社会女子个人组 当天将在下午的四点进行颁奖仪式 各个最佳神社手们将获得奖杯 以及奖金的鼓励 他很高兴 能够在这个文化演习里头 能够集中在一堂 让我们的文化也能够传承下来 也让我们的社会唯一的一个文化 也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传承下去 政长表示借由活动 射箭使原住民族文化得以向下扎根 达到寓教娱乐相互切磋技能的目的 提倡全民正当休闲活动 跟发掘运动人才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